第一次 招財兼擋煞的同齡 今夏的佩真心驚誕戰 我們今天算送給媽媽一個禮物 台上加財有沒有更多的方法 在房間裡面可以布局的 阿納可以再去加的 放同志的封靈 它就是一個招財的 外可以阻擋煞氣 內可以吸財氣 那以前他們將那個 湘西感濕的時候 不是也是用那個 因為我聽到那個咪咪咪 我就會覺得有僵屍要看 拜拜喔 這咪咪咪咪 開運法寶 暴力災 除了招財同齡之外 還有能量強大的水晶球 究竟放哪效果最強呢 放水晶球家裡好像能具能量 然後放什麼顏色有什麼作用 可是好像通通好像都放錯地方 水晶球的作用 就是在化災難為吉祥 可能家中開門樓梯直接下滑 它具有一個上下天堂的作用 如果真的有遇到避燒的時候 或遇到一些天嵐灑的時候 就做一個化解 所以我們下次應該跟他出外景 委託人李冠志 十四歲開始學魔術 曾經拿過綜藝打個大 大魔鏡的冠軍 但氣勢卻沒有延續到今日 始終和一線魔術師打不上邊 而今天風水魔術師曾偉忠 就要揭穿他 製不得身的風水伎倆 讓他日後能夠成為一位 家喻故障的大魔術師 MAGIC 叫我賭神 今天之所以縱橫博弈界 就是我在副歌牌界裡面 能夠出神入化 將有變無 無變成有 口說無憑 就在這一瞬間 是給大家看一下 好 來 你先做張牌 好 你後皮不是吹的 是手會刮喔 多多少少 來 怎樣 是不是紅心舞 不是啊 不是紅心舞 不是啊 是紅心舞 但是我要把它變成非紅心舞 給我一點驚訝表情 還是紅心舞啊 是不是 對 口說無憑好不好 口說無憑 老師不好意思 那個有了好像找你耶 不好意思… 爛遊戲呢 這個只是開胃菜好不好 大家應該還沒作文吧 現在觀眾朋友 好 作文來囉 真正的魔術表演要來了 不知天高地虎的鄭老師 敢在關公面前耍大刀 我們還是請專業的魔術師 來表演給大家看吧 那我一樣用到老師 剛才的一部布克牌 其實一部布克牌呢 四個花色代表四季 兩張鬼牌代表潤年 52張牌象徵著52個星期 52首 那這張鬼牌上面有個人物 他是老K 老K 跟老師說明好 老K 老K呢 他叫做老K 老就是老實的意思 老K是一個很老實的男人 我要請問老師 老師 你覺得你長得帥嗎 講一真心話 帥到爆 好 非常好 真心 老師有自信是好事 來 手給我 老K是一個很老實的男人 現在我把老K 放在老師的手掌上 來 另外一手幫我壓住 壓住 老K不要回家了 請你對著老K 誠心誠意地說三次 我是地球上最帥氣的男人 我是地球上最帥氣的男人 還有兩次 我是地球上最帥氣的男人 最後一次認真 我是地球上最帥氣的男人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老實的老K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他吐了 真的耶 你嗎 我就想說我就吐成他 要他能不吐嗎 真的 菲哥 怎麼叫 太棒的魔術了 好誠實的魔術嘛 好厲害啊 真的 天啊 你怎麼敢說得出那種話啊 真的啊 你看簡簡單單就變成 這麼有效果對不對 這不是一天兩天的啦 所以一定風水隊他 應該是有幫助的吧 老師 可是說了說他26歲 他今年26歲 然後已經專演魔術十二年了 所以那個 什麼市面上這麼多的魔術十 或是風水的關係 他 被 真的 他們家弄太多的煞氣了 其實他真的是 真的嗎 對 完全都把它受 受至於他的風水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風水好的話 基本上他早就已經就是 比劉謙還要紅了 劉謙算 很厲害 很厲害 而且真的是很厲害 雖然他很有潛力 對 他們家其實還滿多 不同的風格混合在一起 就有中式的 然後我目前抬頭看到有一個 還滿西式的包法 不知道想騙誰 就是叫做 浴蓋彌彰包樑法 對啊 這到底想騙誰 你旁邊這邊還不是看過了 兩位有誤會女生 對啊 方方的柱子 方方的梁 代表直角的刀 所以中國很多的柱子 是做成圓的 甚至在轉角的地方抱成圓的 叫做遮擋花鬥壁 讓它的刀型不要那麼銳利 那至少切到 碰到 撞到 所受傷 剪到最低 這個梁 就是去家中裡面最大的一個梁 除了一點穿心之外 有沒有 穿心之外 小小的外傷 難逃之外 最重要的是這把刀 原先是直接切到這個 我們所說的偶像的 我們今天出來就是要有神明的庇護 我們拜拜 就是求神明能夠給我們 更好的一些機緣 是 那麼叫 其實是不禮貌的 那今天我們說要把它包起來 見到鋸子 見到刀 如果能夠包起來 也是一種藏鋒 鋒就是刀鋒的意思 是 藏鋒就是把它藏起來的意思 是 所以特地請這個 開運的父母 開運的窗簾 幫他做一個包 做一個動作 你這硬要扯到窗簾 不要因為你最近有在拍廣告 對不對 不是 就是因為 有了它這個鋒鋒滴的話 不動波浪型的 可是因為它包在它旁邊 這邊是包太緊 還是看得出來那個 對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象徵性的解說 如果它這個沒那麼厚 沒那麼深的話 可以做波浪型的 那麼就比較具有 不用做天花板 就至少不要看到這個 所以老師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家裡面有涼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窗簾 把它做成波浪型 然後把它包起來就對了 開運布幕 講窗簾就有一點偏頗了 開運 他現在還想要去鑽那個 開運布幕的方式 你怎麼跟我猜 老師 你說的布幕像那個是嗎 對 像這個是遮住 你把它做一個布幕遮起來 畫拱形為直角 那也是這種化解方式 那你怎麼知道要怎麼這樣做 這是龍尾窗簾的那種 真的啊 我就說吧 你 這樣怎麼樣 自己的心靈 廠商贊助 大家能夠 好啦 好漂亮 我們家需要備 是不是會全力資源 不用啦 我們用不起 對 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就是像我們做這種開運布幕 要把它遮起來 盡量也是用 跟天花板顏色相近 相近的 對 要不然會有一種 就是顏色的重的話 是不是那個感覺會更明顯 還是要做一個 上清下重 上淫下暗 上圓下方 那形成一個波浪也是很明顯的 對 因為它以背門 而且後面還帶一個人出來 那個是 這是羅華兆 對 你坐一下 我坐一下 等一下 你要先出去是不是 不是 這樣你看 你們坐著 你會進來嗎 我看你們 不要開 來 又龍尾窗簾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是要... 我覺得只要門鎖好 其實也沒有犯小人的感覺 對 你這個是 阿咒是誰畫的 對 那一個畫這樣 你們要抽一張牌嗎 來 挑一張 又有魔術 對... 就這樣 好 來幫我借好它 好 誰 不好意思 我們在那邊 我被我鎖了 你怎麼有鎖太進來 什麼了 這樣犯小人了 門被鎖好 原來犯小人是這樣 那什麼了 你的專注力不夠 後面的偷虧你 隨時小人背後帶刀 所以這個座位 要移到那邊去 這樣就過了 眼觀四方 耳聽八方 可是老師 那邊那個梁那麼大 就是要把它往前面 對 這裡有梁 所以很多人知道這梁的話 除了放山水畫之外 滿厚的椅背 椅子靠背的也是可以畫的 聊得錯 借完了嗎 還沒開始 還沒耶 剛好抽了一張牌 對 剛好抽了一張牌 然後呢 我們給大家看一張手牌 借好了 情況是這樣子的 我們什麼手腳都不做 牌就放在排隊的中間 所以它絕對不會莫名其妙 要在整部牌的第一張 也不會莫名其妙在這下面 都不是嘛 這個時候只要拿著它 唸一個優雅的咒語 咒語是 不及 它就會變出來了 是嗎 最高的 好厲害喔 魔術再怎麼厲害 還是要靠我們來搶救風水 涼 切到神明 容易毀壞家運 而要解決涼煞 如果是天花板挑高 以用一整片的波浪型布木 將橫梁隔在上方 而如果你家的天花板過低 就不適合用這種方式 以免造成空間壓迫 最好用窗簾或是布木 將橫梁包覆起來 只要看不見尖角 就可以去刑除煞囉 而座位背門 容易坐立不安 也容易犯小人 最好將座位對調 以面向大門為原則 此外 座位上有梁 會造成壓迫感 有兩種方法可以改善 一 掛山水化 以頂住梁煞 二 加寬椅背 以避免被梁壓到頭 關於什麼狀況呢 而且很近喔 很顯耶 你出門在外 你都看得到處表演對不對 什麼狀況呢 我們請主持人幫你看一下 很近耶 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真的 very close 對啊 你的前面這邊有沒有 有個窄的 不是啦 對 而且就很近很近 這會對它造成什麼影響 我們進來講好多 天傘上最重要是像一把刀一樣的 天傘上像一把刀一樣 當風向一來的時候 全部內面的風 往這個縫灌過來 如果灌到窗前 代表眼睛有疾病 就不用吹風機 對 不是 會有眼睛疾病 灌到門前 代表居家的氣場不順 反而錢財不留 氣不順財不留 人不在 可是必須告訴大家 一個鑑定的方法 其實我認為 它並不是天傘沙 因為我們從窗前或門前 走七個 七個角的長度的距離 大概到這個地方來看 來鑑定煞氣 要走七星步是不是 七星 沒有這樣 這樣啦 七步就好了 重點是在意 有啊 對 在判斷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跟大家講一個最重要的秘訣 不是這樣直接去看它 是以 貼了這個鏡 這個前面去看 如果這裡看到的話 才算是封刀有灌過來 然後主持人大家試試看看 這樣看真的美妙 對 這是最科學的方式 對耶 這樣看真的真的美妙 所以老師只會用壁刀也不錯 所以很多人會因為這樣子 你壁刀就不一樣了 嚇得心神不寧 把所有的工作 事業 財富 愛情的都怪在他身上 其實要以最科學的方式來看他 所以在家裡 我們大家都可以在家裡 這樣子靠到牆壁看 針對壁刀跟天斬煞 是這樣子來判斷 因為這樣看才知道是 你的牆壁延伸過去 假設你們三個是內陣風 假設你們三個是內陣風 你往那邊吹過來 不可能吹到裡面 就往旁邊擋過去了 所以那虎就要過天斬煞 所以那是剛剛好散過去了 對 所以就沒有天斬煞的問題 風水讓我們能夠安定自己的心心 不要免於恐懼 所以這是風水最大的作用 了解 所以客廳就變成 只要把這個移過去對調就好了 可是你看 每一打開 你是不是看到跟我螢幕一樣的東西 有 看不到了 每一打開就 電視 你怎麼會把這東西放在這裡 你的冰箱 不是 你冰箱為什麼 都放在客廳的角落 怎麼會放的嗎 對 這從小我出生的時候就在這裡了 其實這個冰箱的位置 是正好是屬於柴位 那正好它開了 能夠正對我們的出入口 是的 這樣也OK 這樣OK 但基本上如果你的冰箱放這裡 或放在前陽台 後陽台 是破財的 一打開來錢才能被拿出 而且有四十五度角色 我小時候冰箱是在這個位置 那時候錢賺了多不多 我那時候還沒賺錢 家裡的 家裡財運 我不記得 你說不好啊 不好 不好 你怎麼可以 你幹嘛 搶破人家啊你 你們節目很自然的 你不要這樣搶破人家 算是家裡 所以要不要這樣放這邊 只要沒有正對門都OK 對 可是它還有更好的位置嗎 還是這就已經很好了 你客廳來看的話 那邊是廚房 這個房間 這邊是屬於走道 這邊是屬於冷氣吹散 所以居家裡頭賺多花園 那遠方財平平 格局財平平 現在唯一需要 永遠有這個宗教財 或我們所說信仰財 可是我看他們那個神桌 很危險 來看一下 家中謹慎的信仰財 也消耗殆盡了 水晶球威力無比 就連老師也能化解 放水晶球家裡好像能聚能量 然後放什麼顏色有什麼作用 可是好像通常都放錯地方 水晶球的作用 會在化災難為吉祥 可能家中開門樓梯直接下滑 它具有一個上下尖導的作用 如果真正有遇到 或遇到一些天傘煞的時候 就做一個化解 所以我們像是應該幫他出外景 都要戴個白犬衣 有很多不對的地方 沒錯 就是你旁邊兩邊都擋死之外 然後唯一一個 它是我們唯一一個看到神桌 都沒有那個透明玻璃的 對 但是 它卻放了這一顆 厲害 怎麼會有那顆水晶球 我跟你講 是真的 我們大概八季了嘛對不對 看到每一個神桌 全部都是有那個透明玻璃的 其實都很不好 為什麼 透明玻璃是 那你放過什麼意思 你沒放玻璃 但是你放了一個更上下顛倒 還360度轉 你自己過去看 你變魔術了 你這樣看 魔術是真的還反的 反的 而且還不只一顆耶 你旁邊還放一盤 對啊 我想說那個是聚集能量還是... 今天就藉由這個機會 來告訴大家 水晶球的一個真正好的作用 對 因為其實水晶球 大家都知道放水晶球 家裡好像能聚能量 然後放什麼顏色有什麼作用 可是好像通風好像都放錯地方了 好 我來做一個深入的說明 今天會用到這顆球 一定是遇到 一 可能家中開門樓梯直接下滑 它具有一個上下顛倒的作用 化解我們錢才一路下滑 而不用做什麼屏風 第二個 如果房間對房間有對沖的時候 有些人會放一顆水晶球 讓彼此的爭吵 反敗為勝 化勇為福 也是做一個扭轉的動作 第三個 如果這個房子左青龍開闊 右白虎是不是要壓比較鬆 而正好這邊是暗 這邊是明 藉由水晶球放在進門的正路口 也可以做一個左右電腦的作用在 水晶球的作用就是在 化災難為吉祥 化敗為勝 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的好的 還有屋外的時候 如果真正有遇到壁刀的時候 或遇到一些天斬煞的時候 或遇到一些不好的煞氣的時候 就做一個化解 它不好擦 它現在說我嗎 我不敢 你錯了 對不起 所以我們上次應該跟它出外景 都要戴個白水晶 對 給它掛一球在這裡 對啊 水晶球的作用真的是這樣子 譬如它有作用就是像我們有些 魚缸是圓的 是 也是會動的水晶球 跟不會動的水晶球 都有具有一個化解的作用在 老師 那你剛剛講說它這個桌子 佛桌上面不能放 因為神佛會顛倒 對 神佛顛倒的情況下 會發生什麼事 希望祂來這邊加持我們家裡面 你扮一個是顛倒的 誰會來 對啊 那我是不是 扮佛 毀佛 辱佛的意思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無心之過 你可以移到側邊去 那就倒我的祖先了是不是 對 你對什麼 什麼啦 倒祖先 你為什麼要對他倒祖先 不是 我的意思 就不要放佛說 那一牌你要拿下來而已 如果放側邊的話 沒有正對佛的話 有的人說吸這個磁場跟氣場 是由此一說的 那麼你不要放在正前方 有的人會把那個水晶 類似那種的 手 什麼 手環 手 什麼 手 水晶手鏈 對 水晶手鏈 這有什麼想不起來的 水晶手鏈 有的人會放在這上面 吸能量 由此一說 那麼我希望放在側邊比較好 反正可以放 但是放側邊就對了 對 好 了解 用途多多的水晶球 能夠應付以下四種壞風水 一 開門間梯 可以在門口擺放水晶球 讓財運從原本的一路下滑 變成步步高深 二 門對門的鬥口煞 也可以在門口掛水晶球 化解家人之間的衝突 三 窗外有煞氣 放水晶球也能夠化解 四 樓舞邊撞壁 或是空間陰暗 擺放水晶球 則可以開闊運勢 不過要注意 水晶球不宜正對神明 或是祖先牌 否則可是會影響到你的家運喔 等一下老師 你剛剛說把這些放側面 可是它那個也放側面 但是它鏡子是面對它耶 對啊 所以這個 通常這個也不行 這個通常是鏡子 古代有沒有 凸透鏡 凹面鏡 以及平面鏡 都是放在家中的正前方 對於屋外 門外的煞氣 做一個反射的作用 我不知道你媽媽放一定是什麼 你是不是捨不得掛還怎麼樣 我不曉得 還是牆壁有煞氣 我不曉得 所以媽媽只是稍微擱著 可能忘記要放 對 這樣一放就讓它放好久 所以 我又不是煞氣 我又不是煞氣 你是啊 所以這個要掛在哪裡 這個可以 比如說它如果門外有煞氣的話 它就可以掛你 它的類似是 三海鎮的作用 也是九宮牌的作用 只是礙於密宗 顯宗 密教 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掛的不同 因為這上面好像有寫一些 是佛經是不是 對 類似 經文 經文 對 就是晟文 經文 晟文的意思 而且它灰塵有夠多的 對 就是因為一定是零食 不知道放哪裡 那我們也知道 鏡子是穿梭陰陽界的一個門戶 如果藉由這個 古人說鬼妹看到了會嚇走 無法穿梭其衝 就是噴一鼻子灰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有正宅避嫌的作用 其實我發現他們家的煞氣 都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對 然後他又家裡放了很多 炙煞的東西 對 然後都亂幫 所以你應該要放哪裡 家的煞氣 門的正前方或外面 對外面嗎 都非常好 也都可以 對著外面 其實它門外也沒煞氣 也不需要掛吧 掛的話說 因為有的是門前太陰暗 它家是 它有聚音 噪音 我放了這個比較安心 至少進來的是能 出去比較安心 你們家不是外面噪音 意思是說你們家外面 其實因為像現在大白天的 外面很亮 可是你們家的樓梯有點暗 就是它沒有燈或什麼 所以應該放在門的外面 對 老師 它這個是第一次看到 也是五行的佛嗎 這叫做 五方佛 五種顏色 那咪的佛本身就是帶材 有這個西方金 四方土 紅色的火 東方的木 以及這個水 是五方火 它是那五種顏色的能量 加上佛的力量 可惜要墊個錢或黏個鈔票 才是真正的採佛 這就是一般流於藝術品 或藝品的地方 好 但我意思是說 它像佛 我們之前講的柴位 不是那個神桌上面的佛 前後要有順序 對 可是它放的卻比祖佛還要前面 我跟你講 祖佛關心比較高 對 米的佛比較低 是尊高非低 尊厚非前 尊大非小 以這個方式來擺 是OK的 是OK的 鏡子不宜照神明 以免不進神 而門口過於陰暗 也可以擺放鏡子 達到震災辟邪的功效 另外不管是鏡子 山海鎮還是九宮牌 都可以正對外霎擺放 以化解殺氣喔 他們家客廳看起來 沒有什麼柴位 但你們也知道 左青龍有白虎 虎邊這個房間 也許就是一個 這一個房間是藏寶閣 如果所有的好的話賺大錢 來 講的 開箱 藏寶閣 他說是藏寶閣 好好的藏寶閣 為何讓小禎脫氣呢 招財間擋上的同齡 竟嚇得佩真 我們今天算送給媽媽一個禮物 台上加財 有沒有更多的方法 在房間裡面可以佈局的 它能夠配在居家的 放銅子的風鈴 它就是一個招財的 外可以阻擋煞氣 那也可以吸財氣 那以前他們將那個 湘西感濕的時候 不是也是用那個 因為我聽到那個咪咪咪 我就覺得有僵食 好可愛喔 這咪咪咪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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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房間 也許就是一個 這個房間是藏寶閣 如果處理得好的話賺大錢 真的假的 對 它應該很難處理 藏寶閣 你說那是藏寶閣 如果處理好的話 這個叫藏寶閣 來什麼求法財 求我人家 這個房間發生什麼事 藏寶不算是藏寶 沒有 它那個角落是 它這裡面堆它就雜物 第一 暖操 這一間真的是 如果這邊做成我們的讀書房 或是精算房 或是學習的房間 或是數鈔票的 下股票的房間 這一間是藏鈔票 賺錢最好的空間 它竟然放了一堆 雜物啊 變成雜物間 環保回收間 垃圾間 這就是 我走了 拜拜 而且它裡面有一種味道 滿嫩嫩的 對啊 把它當儲藏室 其實是很久了對不對 因為它這一邊上面又沒有涼 然後又是一個很好的角落 對啊 所以這裡 住涼少 透氣 透光少 而且後有靠 前有緣情 又是湖邊 是一個不可多的財寶可閣 而且裡面有什麼鼓針 鋼琴 所以是小時候在學藝術 有 這是我放魔術道具 後來就變放雜物 所以本來可以就是 賺拿錢數 鈔票 鈔票 鈔票本來都沒有超越的 對啊 你就是開始把這間亂堆 你想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堆 你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堆 你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沒有辦法抹上去 是不是 所以這裡也不適合拿來睡覺 就是一個工作的地方 補邊睡覺也OK 但是因為它的這裡面客廳沒有柴位 所以以求柴位優先 我想別的房間睡覺都還可以扛 所以老師他可以把這一間 就是簡單的說打掃乾淨之後 然後放它一些身材的道具 比如說魔術道具那些 對 整齊清潔 然後放上柴繩 或是一些旺財的一些發器 都是非常不可限量的 大發財老機會 了解 老師但他問題也不只出在這一間 因為不看看他佛桌後面是什麼 佛桌後面 廚房 廚房 是廚房 這個廚房 一看就知道你府人 有在用嗎 運勢不怎麼樣 而且 你看看他的罩子 你看一看 如前有窗 而且 那個 又切到窗 傷母親的眼睛 與其這樣子 不如做一個調整 我以為這 與其這樣去配一副眼睛 這一定到底用什麼廣告 背負過境 對 媽媽的眼睛 過姐姐的眼睛 危險 媽媽的眼睛 因為你那個剛好切一半在窗口 媽媽有一個症狀 上次我們蜘蛛道會來的時候 有跟他聊過 對 但勸你 連你都不知道 你真的很不孝 我只能這樣說 媽媽養女道這麼大 你把你栽培得這麼好 你竟然連她有什麼症狀 什麼毛病 你完全都沒有關心她 媽媽察 flipping 我吃這個 問問問我什麼 你多了一個弟弟 媽媽 確認 你看 你看媽媽的眼睛 他上次我們來的時候 他就講說他其實眼睛有 妃腕症 一段時間了 他看你都已經看到 覺得這邊很多蜻子在飛 可是你卻沒有在看 是這樣嗎 那怎麼有一個黑點 沒有 我告訴你 那其實就是有一個黑點 對 不要這樣сь 我兩個裡面都有 你那個已經擺內障了是不是 你在飛蚊塵 就是那它會好嗎 飛蚊塵 不會好 很難好 要吃維他命什麼來控制人 安心 我們去看一下房間 媽媽的房間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進來看到 這個就有點擔心 對啊 好不好 所以你現在很內疚嗎 很自責嗎 是不是應該要利用這個時間 好好表現一下的魔術 讓媽媽覺得很欣慰 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讓媽媽有飛蚊塵 你就要表現魔術 就是讓媽媽覺得說 開心 對 開心一下 對啊 為什麼剛剛就 你弄出來一定是要弄出來 好啊 不要生氣好不好 來 送一朵花 謝謝 你為什麼要去偷小鐘的道具 再送一朵花給我 你這個花好像打不開 再送一朵花 你的花怎麼會燒不開一點 所以完全沒有做任何人接手的 我們去看看媽媽的房間 還有 還有 她要變魔術 好 這裡有五個同伴 五個十塊錢 老師們手做好了 好 情況是這樣 我會一個一個放在你的手掌上 當我把第五個放下去的同時 你要順便把錢全部握起來 一定要 對 一定要 越快越好 如果你握得太慢 我會從你的手上把錢偷走 不可能 這代表 不可能 如果你的錢被我偷走 代表第一個你會漏財 對 第二個 可能你還會漏尿 你怎麼知道 好準喔 它不能搬中的東西 其實你不用放銅板 它搬一下道具它就會漏尿 對 今天證實我可以 今天可以證實我真的沒有漏尿的問題 好 老師你要趕快握起來 我放心 準備囉 歡迎到我哥的名譽 來 1 2 3 4 5 非常好 老師你漏尿 老師 老師 好厲害喔 怎麼會抓不住漏財 也漏掉 我真的拚命抓耶 其實啊 這個人物他是蔣公 那蔣公呢 他知道老師你會漏尿是有原因的 因為蔣公是個很強壯的男人 首先我的手是空的 只要把這個蔣公放在我的手上 他就可以穿透過手上 接著只要把這個蔣公抓住 仔細看喔 蔣公 蔣公 他就完全的不見了 不在手上也不會在身上 蔣公會跑到你的衣服 再一次再慢一點這個蔣公 你伸出蔣公耶 伸出蔣公了 叫我伯母是不是 穿肚子 好 再來 接著這個蔣公 跑到我的衣服這邊 又不見了 這一刻蔣公真的很特別 不在手上 不在身上 會跑到老師這邊的 雜誌我裡面 麻煩自己身體去拿出來 可以嗎 裡面你有辦法身體去嗎 老師 快點 老師那邊 等一下 蔣公在茂密的森裡面 迷路快要窒息了 有嗎 沒有 對不起 是這邊 這邊 真的 老師,隔著我很濕耶 很濕 對,要快窒息 沒有 蔣公應該已經在游泳了 謝謝你的配合 其實我是騙你的 蔣公從頭到尾 一直都在你的手表上 重點是這一塊 蔣公展身幻覺 它會從一個銅板 變成一支手機 好厲害哦 而且你是要你的 你手機被偷都不知道 不知道嗎 露財 露財、露尿 有露雞 有露雞 這個手機 OK 好啦,那我們把這兩種 我放現給老師 好不好 希望你不要再露尿了 對 趕快去看一看 媽媽的飛聞症 對 這個是媽媽的房間 我覺得媽媽的房間很棒 因為好涼 對啊 而且也看得出來 媽媽平常困擾很多 怎麼說困擾 因為你看媽媽平常 都有在酗酒的嗎 媽媽平常 媽媽在房間撕釀米酒 這樣好嗎 因為去爆噴 真的耶 你看底下 去爆噴 對 也太多吧 你看媽媽做了多少這個 這個媽媽是有用柴水是不是 對,媽媽有煮過的 不過有生肌,媽媽 對,媽媽會煮 老師這樣 這種生肌要再換了吧 我來解釋一下好了 一般人 這個就沒有在用 不用大一用 一般人叫做水柴 今天跟大家傳授一點 水柴的一個得到的方法 一 一定是在北方 北方是屬水 水水相生 第一個重點 那麼在於這個北方的位置有沒有 除了放這個水柴之外 有幾個可以加分的 牆壁的顏色盡量選淺藍的 這是一個加分 第二個 水柴它是有增加柴的能量 加錢之後變成柴水 所以北方的水加上 一般人會加水來運轉 有的人會放一個 我們所說的盆栽 水木相生 有的人會放魚缸 這就屬於北方水柴 加分的一種選擇 所以這個叫屬北方 所以媽媽放這個 放對了 可是它這邊放在就是腳邊 這樣會不會 它又放了三個 太潮濕了 水柴的話 三個耶 還是以它的作項為原則 或許這打開也是 沒錯 媽媽房間會不會太潮濕了 這個就是寶瓶 這面裝什麼叫寶瓶 這裡面是裝什麼 七寶什麼珍… 珊瑚 瑪瑙 玉石 或是一些就是七寶就對了 是喔 而且你看旁邊這邊也有 那種黃水晶 然後下面還有柴神爺 柴神爺 金融柴寶 看得出來媽媽很想要求財 來 妳看那個金融寶放錯位置 放哪兒 那應該放哪兒 這個金融寶太低了是不是 它裡面 也有錢耶 還有那個玉琢子耶 這個叫做 我們中國人的風水樓 最著作就是西北的 金財跟西方 如果西北方跟西方是屬金 放有白色的飾品 銀色金色的都屬於金 在風水樓叫金金香生 雞 綠色跟紅色 不能放綠色跟紅色 雞 因為紅的話 火金客 木金客 雞 如果 如果 是屬於加分的 聚財的 旺財的 如果加上真正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金屬 也是一種我們所說的大財寶 北方有水 西北或西方有金 這是絕對在五行中是加分的 那從這裡看得出 媽媽就是很想要財運 那它有做 就是真的有加分到嗎 基本上媽媽這邊真正的 我們所說的五行財跟格局財 還有叫做我們所說的 叫做行運的一些技巧的財 媽媽的格局財的話 是在這個位置 四四五肚角這裡 很多人都誤以為說 既然四四五肚角 就一定是財位 當然是財位 但是必須要在沒有冷氣機 沒有窗 沒有出入口為原則 可是老師他有涼 對 一旦有了情況 就不掉主財位了 那它這兩邊就不是財位 其實要學次財位 次財位 但上面也有涼 我知道 但是它本身是一個櫃子 就像一貴一貴 你說裡面是吧 旁邊在裡面就沒有關係 那麼經營珠寶 鑽石瑪瑙 純澤 比較珍貴的東西放在那邊 可以越放越多 越放越多 所以媽媽的財位 其實是真正在那裡 我猜保險箱也可能 到哪裡如果有的話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家沒有保險箱 你就是會有嗎 你不要一直喬話 你一直 保險箱那種東西 已經六三次拒絕我的預測了 保險箱 我怎麼好 老師 有沒有有保險箱 有 你就可能有吧 就沒有 不要講實話 節目不作假 沒有 但是我們重點是要關心 媽媽的飛聞症 還希望他們開心 好 不好意思 對啊 媽媽的健... 媽媽的健康應該是比財運 更重要的吧 對啊 媽媽一心想要求財 說不定她哪裡擺錯的地方 然後讓她的這個眼睛 出現茫固的現象 居家風水有幾把刀 包括 包括我們所說的一些燈刀 其實媽媽的眼睛 其實是廚房的那個油煙機 把床子遮到 還有燈刀為原則 這個媽媽的床左右逢圓 前屋窗後屋門 上面兩眼睛座 床頭的一個化解 而且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說媽媽的飛聞症 不是出現在房間的問題 是出現在什麼 女主人的廚房 是主要的一個口 又是她的床鋪的位置 五金旺財法 讓妳的財運面面俱到 因北方五行屬水 所以移在房間北方 擺放石萊運轉 魚缸 或是藍色飾品 而西方五行屬金 移在房間的西方擺放銅板 白色飾品或是金屬製品 而東方五行屬木 移在房間的東方擺放盆栽 或是綠色飾品 以提升財運 看得出媽媽媽真的很用心地 一直想要招財 如果說 我們今天算送給媽媽一個禮物 對不對 就是讓她就是不斷地招財 財上加財 有沒有更多的方法 在房間裡面可以布局的 一般會在居家的門前門後 放銅子的風鈴 銅座的 銅鈴 這種銅鈴其實在古代風水區裡頭 它就是一個招財的 外可以阻擋煞氣 內可以吸財氣 因為銅鈴是屬於金屬 金代表財的意思 那種的音頻 是那才有一種能量 那以前他們江西感濕的時候 不是也是用那個 是嗎 對 那也是不同材質的領巴嗎 不知道 因為那也是鈴鈴鈴 我聽到那個鈴鈴鈴 我就會覺得有僵石要掉下來 回來喔 對 那個目骨沉重有沒有 有時候聽那個鐘聲 也是一種旺材吉祥的意思 其實之外有沒有話 媽媽的聚寶盆做得這麼好 對 我必須要幫她再做一個加分 什麼 要擺祈寧 最大風水裡面 臥室不能放財神 因為福氣抱抱有對神明不尊敬 但放財壽是可以的 左青龍右白骨的情況下 麒麟放在我們的聚寶盆 或放在我們居家的保險箱 或放在我們所有開運聚財的 金洞的前面 它怎麼意思 它的意思就像是我們家的 保全一樣的意思 誰要拿我的錢我就 會把那個... 他就會攻擊是不是 就是這個意義 所以說古人放在麒麟有沒有 除魔 避邪 正宅 還有手財的作用 那下面要押錢嗎 一定要押錢 麒麟是下面押起來 還是這裡咬錢 都可能會把一百塊捲起來 插這裡也可以 或夾起來錢都一樣的意思 還有就是說麒麟很奇怪 很多的辦公室的老闆 書桌的左前方 也會放兩支麒麟 又放錢 其實那個對男人的 這個我們說的青龍財 也是加分的 所以麒麟的作用很大 能夠正宅避邪 咬錢之外 還能夠提升財運 所以你說男主人的桌子 左前方 左前方也可以放棋林 所以這一對也可以放在你的 魔術桌 辦公桌的左前方 就是你剛剛我們講說 那一間要清乾淨那一間 老師請問一下 家裡有沒有規定說 不能放超過幾對棋林 要放對位置 而不是放得多 他一直不肯正面回來 我算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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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放那麼多 剛好就可以了 只要放對位置就好了 對 太多 那我們就趕快去看一下 既然媽媽那麼想求財 一定也是為了說兒子趕快搬出去 沒有 所以他趕快飛黃騰打 他會飛黃騰打 所以我們要去看一下 關注的房間 到底要放幾對棋林 好 有了聚寶盆 還要有棋林 幫你看管財富 只要將一對棋林 放在聚寶盆 金洞或是保險箱的前面 就不會讓你的Money 長腳跑走了 而把棋林放在書桌的左前方 還有助於提升男人 事業運和財運喔 就是這一間祕密基地 它從小到大就在這裡長大了 而且沒有兩道門 對 小時候我不是隨便檢 聰明耶 因為他正在廁所耶 不是 應該是放 布林應該放這個地方 布林應該是放廁所 放他的門 好吧 好啦 老師 那你就進去看看吧 看他為什麼到現在 怎樣 講完 就是很需要貴人拉拔 然後那個 插... 插... 對啦 就是臨門一角 居家的風水 殺人與無形 真的 知道吧 就像是這樣子 就像是... 臨門一角 你為什麼要殺人 你為什麼要殺人 裡面的殺氣太多了 太恐怕了 太誇張了 真的 如果你這樣不戴這樣睡的話 我覺得我不敢保證你 哪有那麼誇張 人家睡那麼久都沒事 你自己看進去 你自己看老實品 這樣戴安全帽的 應該要把眼睛遮蓋 不是 為什麼要殺人 是不是為了錢 沒有 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沒有 真的殺氣多的 可是我會不會有進去 究竟莫房裡面 還會出現什麼怪東西呢 你被的殺氣太多了 太可怕了 太狂鬆了 真的 好 如果你再不戴這樣睡的話 我覺得我不敢保證你 哪有那麼誇張 人家睡那麼久都沒事 你自己看進去 你自己看 老師拼到這樣戴安全帽的 應該要把眼睛遮蓋 為什麼要殺人 是不是為了錢 沒有 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沒有 真的殺氣多的 可是我進去 我也有要殺 我有殺氣 好可怕 非常可怕 這件到底有多小啊 這件啊 剛剛我有看錯嗎 沒有 剛剛我那個視線搞得鬼 對 從裡面穿出來 所以是衝生尖叫吧 老師 妳這樣很有型 我跟妳講好可怕 真的嗎 對 老師這樣比較好看 你們兩個有事嗎 為什麼要戴安全帽 你們兩個是想要去兜風對不對 裡面的煞氣 殺人與無情 裡面的煞氣 殺人與無情 非常的可怕 裡面有什麼煞氣 六個煞氣 我頂都現在看到這些娃娃啊 你要進去了 你要穿背心 放在背心 我沒有那麼誇張啦 我們來看一下 六個煞氣在哪兒 這一個 我知道了 你看 他已經長紅斑了 對 太大心 太胖了 要長紅點了 失枕 好啦 不要開玩笑 真的很多 所以我們隨便 什麼叫真的很多什麼 真的很多 好 我知道了 我們外面再看一下 我知道了 好 這個 一刀 對不對 一個 鑄刀切脖子 切脖子 兩 兩刀刀切頭 鏡子有關嗎 冷氣機 鏡子造床 三個 也是噩夢 可是老師它有 這樣我們有看到床 只要是前床的四個方有鏡子 都是屬於進到床 所以三個煞氣了 對 冷氣機 四個 上壓高壓 高壓 座位的背後 五個 背後 對不對 好 我們可以出去 師傅劍側 六個 還有這個 七個 通通都來了 這個鏡子有化解 柱子的作用 基本上它那個鑄刀 媽媽知道有化解 化錯面了 化錯面 應該化在這裡面 就不會傷到窗 就沒有鑄刀 這邊 我們會放 或是葫蘆 甚至有人放麒麟 來做一個鼎梁 也可以化解 第三個 這個燈刀有沒有 要直接這樣展 老師 但是它如果 只能在這個位置 要把它包起來 也可以 也可以 包起來 移比較便宜的話就移了 這種房間基本上怎麼擺 床頭 都幾乎沒有可以 找好的位置 基本上這間 它根本不適合睡人 這間只能讓客房 讓客人不要來住太久 偶爾睡一下 它也不宜久留 要做一個書房 一個桌子 不要讓涼牙頭 農民 虎聚財 前友們 還OK 所以你有沒有其他房間 可以考慮 有 隔離間 就少收睡的那一間了吧 對 隔離間 那趕快幫他看一下 看看我們其他的選 就是這間 對 這間大多了 都有大氣的感覺 對啊 小時候睡這邊 你就把燈 燈換一下 好好的 柴位放垃圾 好好的房間 控著 把自己逼到一個 沒辦法發展延伸的空間 其實你兩間不用打通 你這間好好整理一下 一些木座打掉就已經很大了 那如果要搬來這間的話 它頭要睡哪裡 基本上不可能頭睡這裡 向窗 不可能頭睡這裡背門 不可能頭睡這裡門衝 也只能考慮頭睡這個地方 可是會有壁刀 會有涼 那個很多人會用做櫃子的部分 做個修飾 然後把這個上下疊床 一個不好的床 睡上面 下面是空 睡下面 上有重物 這種對於睡覺 睡眠品質 風水是不好的 趕快拿走 小時候可以啦 長大真的就不要再睡 這種上下疊床 因為小時候沒有讀書壓力 健康的問題 顧好就好了 如果有事業 愛情 讀書的話 這床床是不適合的 所以你這樣睡的情況之下 左倾龍是人來的網 這個櫃子不用拿掉了 高高再上 把這個燈刀 你看 一閃一閃 已經是燈刀 已經夠慘了 它一閃一閃 燈有故障的時候 好啦 這一間其實你弄掉之後 而且這一間 如果你沒有打通 然後你把木桌弄一弄的話 其實跟媽媽的房間有差不多大 就沒有 就沒有誰大誰小的問題 對 很大的意思 OK 但是他如果要睡這間的話 那他就跟媽媽就有鬥口煞了耶 因為他們門對門 對 今天針對鬥口煞 教大家幾個方法來參考化解 如果門對門的話 第一 兩個門中間的牆壁 放我們說的花卉的圖騰 尤其是牡丹的 那麼就祥和之氣 那麼就會化解鬥口的一個衝突 你說我可以放在哪邊 花卉的圖騰 兩個門的中間 這是我放在這邊的門嗎 不是 兩個門 這… 門的中間 這裡 進不去 你說放這裡 對 牡丹花等等之類的 都會加強這個祥和之氣 所以看起來比較愉快 對 第二個重點 好 第二個重點就是 如果這裡還有一點空間的話 很多人會放一個流水的東西 水火可以嗑 人為什麼會衝突 火氣上來了 怎樣… 在風水裡面 這個就是有化解的作用 好持窮喔 難怪你都吵架 都吵書 對啊 平時問人家怎樣 沒有怎樣 就沒有怎樣 第三個門衝 是因為看對方不明 可能是比較昏暗的一個空間 如果藉由 燈光的照射 其實彼此之間 會更加的看清楚對方 而不自由 他現在是在故事 媽媽非文證嗎 不是 對方不明 不就是一個自己的小孩 一個媽媽嗎 就是照亮對方 也照亮自己 照亮門前 代表門前的叫做 前名堂 明亮開闊 所以如果把這個地方打亮 有時候反而就是會讓大家覺得 那個氣氛是祥和的 不會想吵架 對 其次就是 有的人不就是平的是凹進去的 裡面放不定時的一個月放一點花 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 花開富貴 增值 增草 減到最少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剛剛說的那個 水晶球 有的人會掛在上面 光芒的照射 顛倒左右 化解這個殺氣跟衝氣 這五個方法是門對門之外 再灑鼻子加一個 還有一個 我知道 是不是就是像水果灘上面 用塑膠袋裡面裝水 對 那是蓋蓋蓋蓋 幹嘛 因為這樣一邊就覺得 我就嚇到 對啊 我想一個就是 裝一個 花開的一個門簾 所以 後面書他還是要來加蓋一下 對啦 因為加門簾其實是最簡單 又最省錢的方法 要加碗背 碗背那邊 很多長輩遮自己房間 有 老師有講過 就是兩個豆口上 其實是誰應該要先閉嘴 就要掛在那個人門上 對 所以 碗背就是要少坐 是的 是的 有這麼多種化解門對門 豆口上的方法 你只要選一種來做就可以了 一 在門口的牆壁掛牡丹圖騰 二 擺放時來運轉 三 走到莊燈 四 如果牆壁有凹槽 可以種花喔 五 掛水晶球 六 將門簾掛在 備份較小的房間 只要用對以上的方法 就可以讓你家和萬事興了 最後快點再給我們一個壓軸的大型模組好不好 那我覺得這樣很好了 對 這是我平常在表演的時候會穿的西裝外套 好 現在情況是這樣子了 這是外套的背面 對 對 只是一個簡單的外套 好 你待會兒 對 好 好 來 這是一個簡單的外套 仔細看這個外套 首先來把它稍微的舉高一下 接著一瞬間 一 二 三 老師消失不見了 你很終於 是永遠的嗎 對 永遠的 太好了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代第八季終於做到了這點 把老師變不見了 老師 現在有可能隨時隨地 從你家電視會冒出來 沒錯 那我們可以在他爬到一半 時候把電視機關掉嗎 宇樂有才會 宇樂有幫他剃頭 宇樂有才會 真的太有才華了 對 這一招我跟你講 保證你飛黃騰達 你可以去拉斯維加斯表演 太好了 謝謝你